各位早安佛光的观众 菩萨大家平安吉祥 今天星期一来分享一首歌曲 这一首好听的歌曲 不但好听 而且很可爱的 但是当然各位先看 我今天请出的这一幅图 其实在这里可以看到 是佛陀他成道之后 走出森林 走向人群 要形化人间 向人间画一份圆 那么当然这一幕是取自于 就是我们佛陀纪念馆 然后委托我们马来西亚佛光山 那么跟当地的艺术学院合作 所制作的佛陀的一生 那么这一部动画呢 在佛陀纪念馆播出的时候 是4D的效果 那现在呢 不是只有把这个图片拿出来而已 我特别请我们视听主呢 就是把这部影片 大概9分多吧 就你只要点说明栏 点进去也可以看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来推荐这部动画呢 佛陀的一生 我想到说 昨天呢 是 就是西来寺 我们在美国的 这个西来寺 位 就是即将要在3月底 就3月 以我们北美洲时间讲 就3月30号 那么要参加 皈依典礼的 所有发心的 这个佛弟子 那么来 做了一次的说明会 那昨天从 慧东法师 讲解 这个皈依的意义 然后中间还有讲解 这个程序的说明 然后就是 儒松法师 程序说明 然后一宣法师 就是佛门礼仪的介绍 然后再有一些 这个现场 就是在Zoom里面嘛 就有一些Q&A 这个问答 那都是关于 这个皈依的部分 我想这一部分呢 我会稍微再把它重点 再整理一下 看星期三 温答事件 我再把一些重点 那么让更多的人知道 那我是一直在提醒说 你要认识佛教也好 你要皈依三宝也好 有两本书你应该要读 那第一本 是我们的教主 释迦牟尼佛 他的传记 就是释迦牟尼佛传 另外一本呢 就是传灯 那传灯呢 是我们的师父 幸运大师的传记 那今天呢 就请大家先通过 这个不到十分钟的 这个动画 先认识佛陀的一生 当然佛陀的一生当中 从出生地 在伦彼尼 就是南比尼园 然后这个成道 是在布迪盖亚 然后他第一次初转法轮地 是在路野院 然后到这个涅槃 这所谓苏罗双树 这个地点呢 是在居士纳罗城 这是佛陀一生之中 最重要的 这四个地点 那一般呢 我们到印度朝圣 要不就是 如果可以时间 它要绕比较远 就是叫做八大圣地 那么如果不行的话 那起码就是这四大圣地 是一定要 就是去 你去朝圣嘛 当然要去朝礼 就是佛陀的足迹 那这就是一生之中 最有代表的四个地方 但是今天是 人前因缘嘛 我说要介绍一首歌 所以呢 有一首歌曲 我以为我有介绍过 这样查下来好像没有 总之呢 这首歌呢 是由我们佛光山 在印度 在新德里的 这个沙咪学园 然后 各位听那个声音 就仿佛是 太子刚刚诞生的那种 那么 稚嫩的声音 充满着那种 心声的感觉 所以是我们的 印度沙咪学园的 小沙咪 你听那个声音呢 我猜大概就是 六岁刚刚入学的那一批 印度人 但他们唱中文的歌曲 从歌词 它其实会反复三次 如果各位 你反复听过三遍之后 照说你跟着跟着 都可以学下来了 就是从佛陀诞生 南比尼元 然后他的歌词 就是未设月正元 那其实在南传佛教的 这个记载呢 它是把 佛诞节 还有佛陀成道 再加上佛陀涅槃 这三天 通通用一个日子代表 那就是五月十五的月圆日 那五月十五月圆日就叫做 就是五月月圆日 通常用五月十五代表 五月的月圆日叫 魏晒节 那Visa Day 所以他们庆祝佛陀的诞生 成道跟这个涅槃 都是五月月圆日 叫魏晒节 那跟我们北传佛教的记载 就是分开来的 从诞生是在农历四月初八 成道十二月初八 涅槃二月十五 其实呢 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推荐 一来是各位 如果您想认识佛教 或者是您就是这一次 报名要皈依的人 那应该要对佛陀 要更加的认识 这是我们的老师 这是老师的故事 那是真实存在人间的一个人 一直到修行成就成佛 然后成为我们的老师 来教导我们 那另一方面呢 就是我提供 再提供几个日子 农历二月一号 是我们的师父 星云大师出家纪念日 农历的二月八号 也就是大师 二月一号出家纪念日 一个星期后 七天后 是释迦牟尼佛的出家纪念日 这个出家纪念日 跟我们沃泰华有点因缘 因为我们就是在去年的 释迦牟尼佛出家纪念日 也就是国立三月一号 我们临时佛堂启用典礼 正好赶在疫情之前 我们完成整个的搬迁 真的是佛陀保佑了 然后在这个二月初八 七天之后 就在一个星期就二月十五 是佛陀的涅槃日 像这样子了 所以我想我们的师父出家也好 释迦牟尼佛的出家纪念日跟涅槃纪念日 其实都在刚好二月一号 二月八号 二月十五 相隔都是七天 这是很有因缘 所以我想今天我想推荐大家要看 要认识佛陀 那不如一来嘛 我说在那个说明那里 你点进去 一定要点进去看 很好看的 就是佛陀的一生的这个动画短片 那另外呢 这首歌不但你可以学 你可以带家里的小朋友一起来学 这也一定是我们三好儿童班 老师要教导小朋友 要会唱的一首歌 所以他的歌词呢 佛陀诞生南比尼元 未设就讲这个Visa Day 未设月正元 就五月月元日 然后佛陀成道菩提家也 未设月正元 佛陀涅槃双灵间 未设月正元 他就是把这个佛陀的 这个三个的日子 从诞生成道到涅槃 用一首歌把它全部一起唱出来 然后说三骑同一庆 佛光普照人间 这个是我想我讲再多都不如 第一是你先欣赏这首歌 有我听那个小沙蜜在唱呢 是不同的人 各位注意听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 他们是道道地地的印度人 就是印度的小沙蜜 不是我们华人出教是印度人 他们来自全印度不同的 他们是就是那个神 就是什么帮什么帮 就是不同的城市 今天还没有机会让大家看到 沙蜜学院的一些画面 之后 因为我们在全世界都办教育 有机会会让大家看看 欣赏一下 我们在佛教的母国 印度 有女众的是印度佛学院 男众的是沙蜜学院 都在办教育 希望可以复兴印度佛教 那么这个也是 我希望我们准备要皈依的菩萨们 应该用心去看 那还有学这首歌 那么当然 我还是要再提醒一句 就是说 应该是所有佛光会的会员 都应该都是皈依三宝的弟子 就是说 你是佛光会会员 你要自己想一想 你皈依了吗 如果你还没有的话 趁现在报名还来得及 因为皈依典礼是在我们 北美3月30号 晚上美东时间是晚上9点 是在网路上直播 就在网路上来主持 那么我们看过整个的流程 这样进行 一样是非常的庄严而隆重的 所以希望凡是佛光会员 不管你在全球各地哪里 只要你是佛光会员 请把握这一次 献上皈依三宝典礼的这件事情 那么现在就我们一起来欣赏 各位听了一定很惊讶的 印度人的 就印度的小沙咪 他们怎么样来献唱这一首佛弹歌 我们一起来欣赏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微笑愿人愿 三七同一几 佛光普照人间 佛陀的散乱比利 微笑愿人愿 佛陀禅道无敌家业 微笑愿人愿 佛陀涅槃双银结 微笑愿人愿 三七同一几 佛光普照人间 三七同一几 佛光普照人间 三七同一 二七同一 四七同一 三四九 五三 三三 四四